我是成猫 这次带来的是A73加55 1.8经典组合PiJK 费用18000 总重量950克 预定之前犹豫了很久 毕竟选择比较多 除了A73还有哈苏X1D 莱卡Q 价格 价格是不可能考虑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考虑的 生意又不会做 如果考虑价格 那基本上我就不用选了 我等好可以单独看一眼 地面这么湿 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上帝杀的肥 润物细无声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视频 不不不 再这么烧会掉粉的 我再来一遍 沾一浴湿 杏花雨 吹面不寒 杨柳风 好事好事 回到正题 我一直没有买索尼的机器而用松下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触摸屏 就像现在还在用当年的诺基亚一样 不追求潮流也不用那么怀旧吧 还有就是A73拍照的时候能同时兼顾视频 非常适合我目前的情况 虽然触摸方面还比不上松下的强大 但对我来说已经完全可以取代松下 触摸屏大部分的用途 也是选择对焦点 其他功能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551.8镜头基本上是顿入法门的第一个选择 整体上非常满意 因为这个焦段的镜头比较少用 所以构图上还有经过的空间 我是经常用这个理由来演示自己拍不好的事实 人嘛怎么乐观就怎么说 大家也配合一下 看到图片可以说 哇小姐姐好可爱 大篇构图完美 曝光正确等等之类的 这样子我就可以轻松拿这些视频 约拍更多的小姐姐给大家看 本来想顺便拍一下升格视频 结果下雨了就简单的拍几张 其实是小姐姐太好看 我忘了拍 要知道我对JK是没有抵抗力的 JK会给我一种心无杂念 只想抱着的感觉 可惜索尼的人像直出真的太丑了 人脸黄的太结实 就像在脸上涂的一层黄泥干了一样 擦都擦不掉 防种人也不至于黄成这个样子啊 带来的后果就是 我们无法在现场让小姐姐看图片 然后惊叹 哇你好棒哦 这种烧操作只有佳能祖传了 索尼直出就是典型的 虽然我长得丑 但是我很温柔的类型 不让我们单身到底 站这里 我拍一张 这个位置 对比之下佳能屏幕直出就是让小姐姐很快找到男朋友 可惜不是你那种 怎么说也算做了一件好事 这次要跟大家介绍摄影的技巧是仿色 雨天玻璃湖面必备的技巧 就是利用水中的倒影连成一个整体 义务教育对我的影响太深了 我还在思考到底是倒影还是倒影 这么无聊的东西 这是很多大片常用的一种拍摄手法 我用这个镜头拍全身的时候和索尼85 1.8一样 有一种人被压扁了的感觉 所以我就想起了这个技巧 我叫它为 Reflection 你的衣服可能要整一下 这样显得高端一点 就像sorry会比对不起更加真诚一样 我示范一下 小姐姐站这里 我利用倒影反射技巧给你拍一张 换英文版 小姐姐站这里 我采用Reflection的手法来一张 虽然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但一定很高端 回到相机身上 我经常素着拍 没有测翻屏很麻烦 白天经常反观看不清 画面是傍晚时候还能看得清楚 但头老是要测着看 好像在偷瞄群底一样 试想一下把你的相机披走 你就是在偷瞄 怎么突然吐槽起来 这就是人性啊 就像女朋友追到手之前 什么缺点都可以接受 到手了 什么缺点都要吐槽一番 所以我原谅姨夫 毕竟不会有完美的相机 A7刚出来的时候 说重新定义未当 A7RR出来的时候 说完美相机 A7三现在又说是全复兴基准 都是套路 一环套一环 媳妇总会熬成婆 归女总会变成妈 选一款合适喜欢的就好 欲一人摆手 折一击终老 是不可能的 该走的弯路 一步都不会少 来玻璃这里来一张 这个位置 对靠前一点 中间啊对可以了 你可以看着 我深度的思考了一下这是为什么 结果就是 是我们的上进行在作怪 当我们达成了一个目标 自然会定下一个目标 我一开始也以为M43满足自己了 结果M43机器镜头都过了一轮 还是上了全服 我的上进行太强了 然后背靠 后期我应该还会配置一个镜头 本来是想配置1635F4拍视频 结果500克的重量让我退缩了 拿来拍视频会断背的 而且一个镜头的钱 几乎可以买A6300加11018 这也是很尴尬 虽然数字差很多 但我更在意的是重量 太重的相机我是不会带出门的 不过干活的时候还是要大一点的 专业嘛就是要大黑出 谁不喜欢大的 好 丢下你的链接房子吧 漂亮的小链接可以拍两张吗 没什么可以叫我先叫你 后面再看看吧 大家也可以给一些意见 这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 感谢观看